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這張是我在今日《華盛頓郵報》折出來的其中一個文章 題目是《Chinese citizens around the world are shamefully siding with Beijing against Hong Kong》 簡單地說全世界的中國市民都不知醜地支持北京反對香港 嘩 還可不可以再錯一點 途中這兩位人士大家都知道 這兩位是反對香港人士 如果跟他這樣說,這就是北京人 中國公民 在全世界的中國公民 支持他們的政府 有什麼羞恥可言? 當然沒有羞恥,當然是光明政大這樣做 在世界各地的中國公民 他現在不是說其他人,是說中國公民 中國公民支持中國政府 在他們來說是一個不可能的事 因為他們的政府 當選之後,他們的民調就即跌了 通常跌到30-40%左右,在那裡停留 譬如有30-40% 一直到下一次的選舉 通常就是他們的現象 而不像我這裡,歐洲規定要出來選舉 他們很多時候是自願選舉 你喜歡出來就出來,不出來就不出來 所以通常出來選舉的人數 只是人口之中有幾十個% 三、四十個% 而在那三、四十個% 當成一半數贏 當成一半數,加起來十幾個% 和中國政府的支持度 在九十個%的支持度 在九十個%的支持度 都不能比 那些出得來在世界各地的中國市民 不需要問 都是得到中國政府的政策利益 就是賺到錢 賺到錢的人 怎會不支持中國政府 而就算我們看回中國入面 就算那些窮、貧富的家庭 一樣支持中國政府 為什麼? 中國搞扶貧 所以有錢的當然支持 因為他們是得利益者 那些窮的一樣支持 因為他們是政府的扶貧對象 那中產階級如何呢? 中產階級可能是混合一些 我在香港是中產階級的時候 都經常覺得抽稅又重複利又沒有 我相信你有同樣的感覺 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有中國朋友 你們是中產階級的 你們可以告訴我 你們在中國感覺如何呢? 你們知不支持中國的政府? 我相信支持 因為你們的中產階級 都是挺得利益者 否則你也不會變成中產階級 我相信大部分的中國人 在三四十年前都是很窮 可能你還沒出生 但你可以問你的父母 三四十年前的中國真的很窮 但今天 有這麼多中產階級 這堆中產階級 當然就是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之中 憑自己的努力 爭取到一個中產階級的地位 但是政府所提供的穩定環境 是不容置疑的事 是嗎? 維穩 中國做很多工作 你維持一個穩定的環境 當然是最好 所以 不奇怪 有沒有那麼奇怪 這個言說就是 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腹 當然是這樣的 他們覺得很稀奇 啊 怎麼搞的 沒有 你們將中國政府 誤解了 你根本不願意看事實 自然你是對他印象不相同 當人好像支持一個 你認為不好的政府 你覺得很詫異 你記住 不是一定民主制度才有好政府 我是將民主制度作為一個選領袖辦法 其實可能有更好的選領袖辦法也未定 我們不知道 總之民主制是一種選領袖辦法 政府好不好 是看政府為人民做不做到事 可不可以保護人民 從這兩個角度來說 中國政府不錯的 其實 這裡也有另一個截圖 就是他的尾 對全世界來說 我讀一次 我忘記了他講什麼 他說 但是 對全世界各國的民主制度 全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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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任何主制度 全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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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肯承认在香港真正的问题 这个看来就好像是矛盾和不合逻辑 但这个就显示出中国 这么久以来的国民教育和宣传的成效 就是完全不问的submission of power 就是完全向权力低头 对权力恐惧 以及对权力反抗的内因 如果你是对权力恐惧和反抗权力 你就不会是走出来扮悲惊 是不是 如果你真是很生气这个政权的话 你很害怕这个政权的话 你根本就不会出声了 你出声是没有人监管你出声的 你被人监管你偶然要出声 你唯有听的 但这些人出来支持 没有人监管你的 没有人监管你之下 肯出来支持就不是害怕了 呃 总之就是矛盾就矛盾了 没什么的 在美国他们的心中的中国政府是坏政府 恶政府 蚁政府 衰政府 所以那些人出来支持政府 他们都很稀奇 小人之心 总之外 我们下终时 看来一些评伙的